央视频的朋友打个招呼 央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首先我们来一个小挑战 好不好 好 可以 快问快答 这是您的挑战 因为快问您可以问 快答我可能话很多 是的 所以我准备了很久 真的吗 好来吧 好 那想问一下 您喜欢五人月饼还是蛋黄月饼 五人月饼 如果说中秋有颜色的话 您觉得会是什么颜色 各种颜色吧 关于中秋或者是月亮的诗句 最喜欢哪一句 中秋的诗句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此时 此地最宜宾 有 那想问一下就是 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月球 最想带谁去 我最想带手机去 可是月亮上好像没有无线网 没有WiFi 等我去到月球的时候 我相信国家一定会让哪有信号 好 带去了 脑子转得真快 那个地方一定会有信号的 好 接下来能不能轻唱几句 这个我快问 你可以慢慢回答 轻唱 轻唱什么呢 随便 随便 可以选 关于什么都可以吗 都可以 反正就中秋节 我觉得大家就 有时间 有机会 然后都可以回家聚一聚嘛 然后有首歌也是比较团圆的 我们总会绕啊伤 绕啊伤 绕起千里路 夜望向归途 乘着风 想念吹拂 有夜空漂浮 抓一颗流星祝福 你要幸福 一定要幸福 祝大家幸福 中秋节快乐 谢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幸福的感觉 然后因为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听到了这个歌 然后也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录制已经录制好了对不对 没错 对的 很顺利 对吧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很感动 然后每一次来到秋晚的舞台都会非常的有意义吧 对于我来说可能自己第一次掉薇芽 然后是在秋晚 然后很多次自己的第一次在舞台上的尝试都是在秋晚 包括这次我觉得也是古今对唱的一个舞台 我自己在舞台上唱的时候 虽然是一首唱过很多次的歌 但是这一次会唱的自己在中间会真的会起鸡皮疙瘩 会觉得自己在传递的爱会变得越来越浓厚 然后被秋晚这个舞台扩得更大 包括可能也是刚好在咱们长江头的这个地理位置去演唱 是三江汇流的地方 对 三江汇流的地方会觉得自己的爱会传递得更远 不仅是随着歌声也会随着任何一个 就可能长江里面的任何一滴水就传递得更远 我觉得这样会一直起鸡皮疙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个在舞台上的感受是非常棒 那如果要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咱们的秋晚舞台 会怎么样来形容 古今对唱 传递力量 哇 这一段我们的标题都有了 刚才您也说到之前也在秋晚的舞台上尝试过有威亚等等 好像这已经是第四次登上 对 第四次了 没错 觉得这一次和上一次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吗 有 因为之前在包括前面 这是第四次 前面三次的舞台我还一直在想我没有在咱们的秋晚舞台上去演唱过 比较有自己就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元素 然后没想到这一次就圆了一个自己心里的梦吧 我觉得真的是心心念念的一个念头 然后最后在第四个舞台 第四个秋晚舞台去实现 而且这次的改编也会加入像昆曲 加上跟我之前原来的一个偏金句的唱腔的一个对唱 然后再像现代跟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结合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爱和非常浓厚的一份温暖的力量 所以有很多浓浓的传统元素在这个当中 昆曲是我家乡的江苏 真的是特别的期待 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昆曲也是飞夷 是 是 是 也是飞夷 中间的昆曲不是我唱的 是昆曲老师念的念拍 我觉得这样就反正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以这样的一个力量得让我们更加期待节目的播出了 想问一问就是这一次在中秋晚会的举办城市是四川宜宾吗 对 之前有来过吗 没有 但是一直听到燃面 燃面 冰燃面 那有尝到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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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很好吃 我一直想吃这个燃面尝尝 一直没有机会 那接下来我也想去打卡 快 赶紧赶紧去打卡 而且很多的小吃 我觉得在四川完全不愁吃到好吃的 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好吃的 对 这里有很多的美食 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您的家乡是在贵州 对 我在贵州长大 然后是湖南人 好像这两个地方都很能吃辣 没错 特别能吃辣 对 那在您的家乡 比如说你们过这个中秋的时候 和家人在一起会怎么样去过中秋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在湖南的时候 就很小的时候 然后是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家是 它不会像现在就是那么多人就住在一起的 有小区什么的 没有什么小区 我们就那个时候可能就刚好是三四户人家 然后我们是一起去吃就是以前的月饼是巨大的一个月饼 就很大 然后切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吃 当然也是吃月饼 但是当时吃的那个月饼就是五人月饼 所以我每次一吃到五人月饼就会觉得回忆到小时候 就会觉得很感慨吧 就自己能够能够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孩子 对 他自己说自己是孩子 所以一下想到这个月饼就想到了童年的那些过往的事情 非常印象很深刻 所以快问快答的时候立马就说五人月饼 对 所以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够在秋晚 去用这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过节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能在你努力的基础下 说不定会给你很多惊喜呢 像很多时候可能因为工作 然后在中秋的时候可能不能陪伴在家人身边 然后我知道就是之前你有在这个海外去读书去留学 在那一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些关于中秋的记忆 首先月饼也是一定有 我们在外面一定会找各个地方去买月饼 或者哪怕是自己尝试做 有尝试过自己做了吗 有做过 我觉得还不错 具体好不好吃的锅 当然是教我做的师傅去背的 自己有尝一下吗 然后如果打分能打多少分 那就十分满分的话 打个七八分还是不错的 因为主要是教我的老师很厉害 可能这个时候网友朋友就非常的期待了 那这个像我们这个总台的秋婉事面向全球华人 然后送上中秋的祝福 那能不能用不同的语言来为全球华人送上一下中秋的祝福 那这个我想想那我觉得就用家乡话吧 我觉得用家乡话会更好一点 好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祝大家尊秋节快乐 希望大家心体健康 然后万事如意 团团团圆圆 活活美美的 哇 谢谢谢谢 浓浓的家乡味 浓浓的家乡 我觉得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然后也有机会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多回家 然后也可以或者是发一个信息啊 我觉得都是一种去回家的一种问候的方式 所以就希望大家在任何地方好好照顾好自己 然后一切都顺利 天天开心 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中秋节好像刚好那一天是你的生日 对 很巧 那就祝我生日快乐吧 生日快乐 今年会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吗 可以分享吗 有 我不说 是个秘密是吧 是个秘密 差点说出来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 谢谢 中秋快乐 来央视频直播间看秋晚的台前幕后 稍后精彩继续 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